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马斯由于连续做着这样的梦 心里有些憋闷 便拒绝了朋友的建议 在接连做同样关于美人鱼的梦之后 托马斯找到心理医生 抓住自己梦境和内心的困惑 认为魔鬼在干扰自己 医生只是认为托马斯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 并且找到自己的内心 在写声的时候 托马斯接到律师的电话 说有一大笔遗产需要托马斯认领 看着照片 律师告诉托马斯 似乎托马斯家带都有这样的大房子 托马斯接受了文件 翻看着叔叔的信 信中叔叔告诉托马斯 把凯撒花园留给托马斯照料 并且要托马斯遵守几条规则 其中一条就是不得去地下室 不过显然男主托马斯并没有听从叔叔的建议 开车来到花园 这里大房子连个灯都没有 还漏水 托马斯只得用手电筒勘察着情况 突然一个人出现 原来是琳达 琳达作为交接财产的负责人把房子钥匙给了托马斯 报纸文件就离开 托马斯竟然在这样的房子里就这么睡了 果不其然又做梦 在梦里又梦到大美女睡美人 托马斯还吻了睡美人 睡美人告诉托马斯自己叫布瑞尔罗斯 只是梦境很快就醒来 一阵大地颤抖后 托马斯又醒来 突然发现被窝里有一个恶魔出现 还好这是一个梦中梦 托马斯惊醒后已经是艳艳高照了 禀估专家来到大房子 托马斯询问是否有奇怪闹鬼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诡异的房子 托马斯也真是大胆 直接就往里住进去 为了查清楚事实真相 托马斯来到房管局查证所房子的资料 就在看到一些资料的时候 突然一阵眩晕 恍惚之中似乎看到了一些神秘人的踪迹 于是托马斯就来找到琳达 质问琳达到底知道什么 琳达说这些年头有50多个人死在房子里 自己的哥哥也在这里失踪 托马斯瞬间眩晕 又进入了梦境 睡美人告诉托马斯 托马斯继承了凯撒的血液 是这个梦境的王 是自己的救世主 只有托马斯才能拯救自己 那个蒙面魔鬼只是炒弱者 对托马斯构不成威胁 而托马斯也必须在花园和房子的范围内 才能拥有祖传能力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下午5点 琳达带来一些吃的 并且对托马斯说出了自己对制作房子的调查 认为托马斯家的血统和诅咒有着密切关系 托马斯带着琳达来到地窖 看到一大堆奇异东西 包括叔叔的信 只是诡异的事情又发生 灯光忽明忽暗 仿佛魔鬼出现 吓得托马斯和琳达夺路而逃 直接跑出大门 幸好抄自然情况调查员理查德开车来到 两人马上上车就走 来到理查德的房间 理查德给两人看了自己这些年的调查情况 认为魔鬼只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可是托马斯却不能离开房子太久 于是在书中找到答案 说出了睡美人和蒙灭魔鬼的事情 为了破译书中的神秘文字 几个人找到了电脑高手丹尼尔 希望通过电脑运算来破解密码 与此同时 房子评估师来到大房子里 被魔鬼控制住 形势非常的危急 在理查德这里 托马斯对琳达 说自己一定和睡美人布瑞尔有着联系 这件事情必须调查清楚才行 于是托马斯又一次来到梦中 看到美丽的睡美人 不过这个梦不完全是美好的 还有着不断闪回的魔鬼和奇怪画面 丹尼尔叫醒托马斯 研究中有进展 原来这本书写于十字军东征时期 当年布瑞尔罗斯被施法困住 身边还有蒙灭魔鬼的看守 只有托马斯家族的血才能救布瑞尔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托马斯 琳达和理查德三人决定进入地窖 一探真相 在地窖里 琳达和理查德仗义地用自己的生命拖住魔鬼 由托马斯去营救睡美人 终于在现实中 见到了睡美人 托马斯连亲两下 睡美人才醒来 不过事情出现逆转 睡美人瞬间打倒托马斯 变得面目猙獰 原来睡美人布瑞尔才是真正的魔鬼 而托马斯家族的血液就是解开魔鬼的关键 这部电影全片都是恐怖诡异的气氛 难住托马斯在大房子的诱惑下 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全 直接就这么进入如此诡异的房子 实在是让人有些费解 影片的最后 睡美人摇身一变 变成恐怖的魔鬼 让人不得不深思 美女和恶魔是不是共存一体的 也许正是那句老话说的 瑟瑟头上一把刀 托马斯正是对睡美人的美色贪恋 导致放出了魔鬼 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